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这一个我们的主题,这一口设计之美 现在我们进入第四个单元 这个单元,我们的着重点还是放在框架上 但是我们想要建造的是多层级的框架 那么要做建造这个设计以及规划这个多层级的框架 那我们最好是可以有个机制来建立它 那我们在这里所要介绍的就是先建立多层级的EIT造型 然后来支撑这个多层级的框架设计 好,在这里呢,我们在这个单元 我们来说明多层级的EIT造型是如何建构的 那么又如何基于多层级的EIT造型来规划跟设计多层级的框架 那因为无论是在iPhone或者是这个Android 它在今天的一个实际上的平台背后就是一个多层级的框架 所以呢,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一个多层级的EIT造型 那么就能够理解多层的框架结构,框架的体系 那么就很容易的,完整的来掌握Android的整个架构的知识体系了 OK,那在这个单元,我们是来谈它的之间的这种理念 之间的设计的哲理 那么在下一个单元,我们会以一个实际的范例来告诉你 怎么实际的来建构多层级的EIT造型 然后建立多层级的框架 那是一个范例 那是等到第五个单元的时候 我就会帮你做完整的介绍 好,那我们一开始先来做个这一个这口设计的哲学、美学、方法、技术等等的铺垫 OK,那下一个单元就会实际的范例来帮你做解说了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也一样先帮你做个衔接 所以衔接上一回合呢 五指旗的框架它是属于单层的框架 好,单层的框架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上面就是一个整体一个框架 好,这就是五指旗的框架 那底下就是五指旗的APP 五指旗的APP就是分成这一个框架跟APP这样一层而已 分为一层框架加一层APP OK 然而呢,其实EIT造型呢 可以重复的组合 它可以像DNA或者像这一个棒棒糖一样 可以把它串成上下得起来这一整串的 OK 所以我们很容易的组合出多层级的EIT造型体系 然后基于这个造型体系呢 就可以很容易的建构出多层级的框架体系 OK 例如呢,这是在我们介绍过的这个PhoneGAP PhoneGAP的这一个结构 就是在Android的框架 这个是属于Android的框架 那么PhoneGAP呢 在Android的框架里头呢 在建构一个小框架 建构一个小框架 OK 那底下就是APP咯 等一下就是APP咯 所以这个我们就所谓的两层的框架 这是上层的框架 这是下层的框架 这个是APP OK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叫做多层级的框架体系 我们既然可以建立两层 就可以建立三层 所以这叫做多层级的框架体系咯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主题 这个主题呢 就是我们说明了 这个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 已经透过五指旗的例子 来跟你说明了 怎么基于EIT造型 而建立出一个框架 那么因为EIT造型就跟类造型一样 它具备了重复组合的特性 也意味着它能够组合出多层级的EIT造型 然后呢 基于这种EIT造型呢 再来建立出多层级的框架体系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来说明一个单层的EIT造型就是这个样子 EIT跟A OK A就是叫做配件 这叫主件 接口 插件 配件 OK 那这个是EIT 那这样的是这一边就是一层的框架 这一边就是F 那这个A呢 它有时候如果是在提供框架的大强龙 已经顺便提供了A 只是让T来走选择 这个时候A就属于框架的一个部分 那么如果这个A是由App开发者来选择的 那它就属于这个App的一部分 App的一部分 OK 所以这个A它到底属于框架 还是属于App 那就看这个A是谁找到的 如果大强龙 如果强龙在这一个开发框架的时候 然后就把一堆的A都把它拉进来 让这个T来选择 那么这个就归到框架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是等到T才自己来选择的 或者是那个时候才知道A是什么 那就归到F的部分 那这个单层级的一个框架 我们就可以把里头的T再把它解开 原来这是一个T 这是一个T 那T里头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的EIT 小的EIT OK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这个虚线去掉 那就变成两层的框架啰 就变成两层的框架 这个是一层的框架 这个是一层的框架 因此呢 其实这样一变 就变成两层的框架体系啰 两层的 所以只要你想办法把它变成EI 再加一个EI 再加一个T 那就变成双层的框架体系啰 双层的框架体系啰 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结构 就是大的EIT造型里头的T 里头又把它建构一个设计一个小的EIT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代表的是上面这个EIT里头的T 也扮演了这个小EIT里头的E 这是扮演双重的角色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就概念上 这个整个都是属于T 但是在实际的这个LOS成代码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体的 它是这一个类又是上层的T 又是下层的E 这样就变成多层的框架体系啰 就变成这里 这是EIT 这是既是T 又是下层的E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两层的框架体系 这就是一个也就是两层的EIT体系 OK 两层的EIT体系 好 那我这边再说明一下 EIT体系呢 跟这一个架架体系不一定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层的EIT咯 但是这个可能是同一个团队所开发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说它是一层的框架 一层的框架 也就是说在实际上就造型的角度看 它是多层级的EIT造型 这是从架构面 但是你把它这两个看成是同一个框架 还是看成是两个框架 这个是属于这个商业面的一种手法 并不是这个N格上的手法 也就是说 您可以如果这两层都是同样的一个团队 一个强龙团队开发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单独的 这两个一起deliver给这一个AP开发者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说这是同一个框架 所以到底是两层EIT造型都属于同一个框架 还是不是 这是属于商业性的一种称呼方法 并不是N格的手法 OK 同样的在这里 这两个到底是属于同一个框架呢 还是属于不同层的框架 这也是一个观点问题 是商业的角度问题 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不去界定说 这一个多层的EIT 它的体系就一定是 称为多层的框架体系 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把它两个归到 是同一个框架 有时候呢 会把它归到不同的框架 OK 那这就是一个观点问题咯 但是 无论你怎么去称呼它 这个是单层的框架 还是双层的框架 那么背后都是多层的EIT 多层的EIT OK 好 那么因为EIT的有它的一个变形 就是说 把这边 因为这是接口 接口里头呢 很多的抽象函数 把这个接口呢 抽象函数把它合并进来 就变成EIT的另一个造型 这我们 说过很多变了 OK 因此呢 把I跟E合并 就变成这个T 变成这个继承的关系了 变成类的 这个扣充的关系 就是这里 把这个I 把它并进来 变到这个类里头 那么这个T呢 就变成了 跟它的关系 就变成扣充的关系 OK 就这样子 所以把它的I并进来到这个类 那这个就T 就变成是这个关系了 同样的 它也就变成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有时候 这个双层的EIT体系 也会表现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跟这个结构 是一模一样的意义 只是 它是采用了 这个EIT的另外一个变形 另外一个变形而已 那这个两个意义是一样 都是两层的EIT体系 EIT体系 但是不一定称为是两层的框架体系 两层的框架 不一定是这样称呼 OK 那我们再回到上面的一个 说明一下 像这一个东西 这个我们在称为是单层的框架体系 那这个就是一体设计 一体规划的 它没有很明确的 分层 就是如果从EIT来看 它并没有很明确的 这里有两层的EIT 所以这个很明确的 它是单层框架 那这一个部分呢 因为这个部分是Google做的一个框架 叫EIT 这个基本上就是E N I 这个部分是T 所以有很明显的EIT 所以上面是框架 那么底下呢 这也有EIT OK 这也是EIT的结构 那很明显的 这就是 这边也有EIT 这边是E N I 这边T 所以这很明显的是 两层的EIT 两层的EIT 的体系 那在这里 因为这一层的EIT的ENI 是FORMGAP这家公司提供的 这个ENI 是谷歌提供的 所以 这个时候就很明确啦 因为是不同公司提供的 所以很明确的 这是两层EIT的体系 而且是两层框架体系 OK 那这样子 你就比较清楚了 这个 多层EIT体系 跟多层框架体系 的一种微小的差别 OK 好 那么 我们就来 看看 enjoy框架里头 也有多层的EIT的结构 但是 它是属于 这两个 你看 这两个都是属于 enjoy的 应用框架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 算是单层框架 OK 但是 它是双层的EIT 那这是 EIT EIT 所以这是 双层的EIT的体系 但是 是单层框架体系 其中的 只有 Surface View 它半年了 上一层EIT的 这个T 这半年的是 这一个的T 然后呢 它又半年了 这一个的E 这就是 它又半年了 这个E的角色 它是这一个 EIT的E的角色 那是这一个 EIT的T的角色 OK 所以 这就是 变成两个EIT的 上面这边 就是一个EIT 这边也是 另外一个EIT的结构 那这个 我们就 称为 双层的 EIT 体系 但是 是单层的 应用框架 这两层的 EIT 造型的 都属于 enjoy平台的 Java层 应用框架的内容 所以 这两层的 EIT造型 都是由 enjoy框架 所开发的 所以我们就 就 人人 都能够 采用 这个 能够使用 这个 EIT造型 而来建构出 自己的 EIT造型 这意思就是说 在 enjoy呢 它虽然提供 这样子的一个 双层的 EIT 但是 因为 它是一个 开源的 软件 所以 大家都可以 在里头呢 可以再增加 自己的 小框架 就刚刚 你已经看到过了 这一个部分 就是 本来就只有 enjoy的框架 phonegap这家公司 它就在里头呢 再把它 加了一个 自己的 小框架 因为 enjoy是 开源的 软件 所以 人人都可以 再建构 它自己的 小框架 所以 构成呢 多层级的 这一个 框架体系 这里在说明了 是说 因为 enjoy呢 它是一个 开放的 一个系统 开源的 所以呢 人人都可以 啊 衔接 这个 enjoy的 EIT的造型 来扩充出 自己的造型 就像刚刚的 phonegap一样 可以建立出 自己的 小框架 OK 啊 例如 刚刚 有说了 phonegap就是 第三方公司 所扩充出来的 小框架 那么 它来 实现的 一个建立的 多层级的 EIT的 框架跟造型 这就是 刚刚你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 enjoy的框架 啊 这个 然后 这个中间部分是 phonegap的框架 啊 它是基于 enjoy的框架 去把它扩充的 啊 那 这是人人 在enjoy里头 都可以这样做 OK 那 这个就是 属于 啊 两层的 EIT的体系 OK 两层的 这个 EIT的体系 OK 好 像这个来讲 啊 它就 一 透过 I 来扣到 这个T 啊 扣到这个T 那么 这个T 相当于 扳远 这一个 啊 这一个小 EIT的角色 啊 这小EIT的角色 所以总共呢 有两层的 啊 这个 EIT的一个体系 好 那 因为是不同公司所开发的 所以又称为是 两个不同的框架 所以变成是 两层的框架体系 好 那么在 其实来讲 在enjoy的 框架里头呢 虽然都是enjoy 啊 谷歌公司开发的 但是 我们也常常称为 它有更多层的 框架体系 所以呢 我说 至于要称几层的框架 其实这是一种商业性的 一种说法 啊 我们没有 啊 特定的一个规则说 什么样子 才能称为 多层的框架 OK 但是 我们却能够很明显的 看出来 这个是多层的 BIT的体系 所以 一掌握android的知识体系呢 从框架切入 是最容易找到 它的 这个 啊 甜心点 这个甜心点 SweetPod 是来自于网球 网球的意思 就是说 在网球拍 它 拍面中有一个点 当你每次 那个点 碰到球的时候 你的感觉 这个手的感觉 是最四平八文的 最舒服的 啊 你拍子不会歪 等等的 那个点 叫做SweetPod 如果你打了球的 球跟球拍的接触面 不是在那个点上面 比如说 打在边边 你就会感觉到 球的力量 让你拍子歪掉了 你的手的感觉 会不舒服 那这个就达到了 就不是甜心点 OK 所以呢 我们 在这个 看N周围的 框架 看N周围的 知识体系 看N周围的 架构的时候 如果呢 从框架的 角度切入 那么 你可以找到 它的甜心点 意思就是说 非常的 轻松 愉快 OK 那 它是一个开放的架构 我们可以 看到它的整个 树干的体系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啊 要来看 IOS的知识体系 那么 就有一点麻烦 因为 IOS基本上 不是开源的 Win8 也不是开源的 所以你对于 这个IOS 跟Win8的内部 的这一个 知识体系呢 你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 这样一棵树 你只能看到 它的树叶 看不到 它的树干 但是N周围 它是 一个完整的 开放的体系 你可以看到 它内部的 多层框架的 体系 也就是看到 它有 多层几的树干 那这样子 你就很容易的 掌握了 整个N周围的 一个 知识体系 咯 所以 想掌握 N周围的 知识体系 那么 从它的 多层几的框架 的视角 来看 那么 你就 更舒服了 所以 我们就来看看 第一个 在底层 有Linux的 驱动框架 其实 我们都 讲解过了 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 讲过了 Linux 驱动框架 也讲过了 HAL的框架 也讲过了 系统服务的框架 OK 那 这个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有 EIT EIT 到处都是了 OK 然后 这里就是 应用框架 上面有 刚刚所看到的 FoneWave的框架 在上面 还有HTML5 WebView 的这个框架 所以 总共 构成了 这个多层级的 框架 体系 那 这是Android的 结构 基于 这个框架 体系呢 我们再 把 这个各种 各种的 小系统呢 把它挂上去 也就是说 在Android呢 它 其实 像 蓝牙 或者是 Media Player 它其实 两者之间 并没有 很密切的 关联 它反而是 上下的 框架的 串接 上下的 框架的 串接 譬如说 要跟 硬件的 通信 那么 你必须要 有应用 框架的 EIT 跟这个 Service 的EIT 对接 然后 再往下 到HAL的 EIT 的对接 再往 Linux 的对接 这样就能够 接起来啦 OK 当你想 开发一个 Media Player 那么你就是 要 有应用框架的 EIT 还有 Service 的EIT 甚至 ZNI的 HAL 把这整个 都把它建起来 把它叠成一个 多层几的 EIT 就行了 就可以啦 所以呢 在Android的 这一个 多层级的 框架体系里头 那么 每一个子系统 其实都像 一棵树 然后Android 就像 一座森林 每一棵树呢 都是 一个 多层级的 EIT 体系 所构成的 这边 Lutus 也是 多层级的 EIT 体系 所构成的 那么 这样子 你就 掌握了 这个EIT 的概念 你就可以 帮你 简化 你对于 Android 这个复杂的 这一个 软件体系呢 会 心中呢 会形成 非常的 清晰的 影像 也就是说 从横的看 它是有 多层级的 框架 那么 从这一个 垂直的 角度看 对不起 应该倒过来 从垂直的 角度看 它是 很多个 层级的 框架 从横的 角度看 它是 很多很多 South system 很多小的 系统 所以呢 蓝牙的 这个 子系统 它是 一棵树 它有树叶 树枝 树干 树根 用这样来 比喻好了 那么 如果我们 有一天 要在 Android里头 把 Media Player 换掉 就把 这一棵树 整个 的 多层级的 框架 的 这个 AIT 跟它有关的 多层级的 EIT 把它删除 再把它重建 就可以了 同样的 当你想建立一个 新的 Sensor 这样的一个 子系统 那么 你就 一系的 去建立出 它各个层级的 EIT 造型 然后把它 给起来 把它串切起来 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 Android的 一个特性 也就是 它表现出 极大的 这一个弹性 可以适用在 冰箱 摄像头 各种工业用途 甚至 这一个汽车上 通通是可以的 那就是 因为它有这么优越的 这种 多层的 EIT造型 多层的 框架体系 来完成 这种 各个子系统的 一个弹性 的建制 以及 弹性的 抽换 OK 所以每一项子系统 就像一棵完整的树 有树叶 树干 树根 等等的 就像 Media Player的播放 它含有 加瓦层的 类 EIT 含有 ZNI层的 系统服务层 Hell层的 所以是一个 完整的一棵树 OK 所以Android就像 一座森林 那 Bluetooth Media Player 就像 一棵树 它是由 很多树 组成的 是非常有 规律的 非常有 规律的 那每一棵树 都有它的 多层级的 EIT造型 它是非常有 规律的 OK 所以呢 在这一个 每一个层级 都有 EIT EIT造型 EIT造型 OK EIT造型 这样来构成的 那我们来证实一下 在 Android Activity 这里 你看 这是 这单单只是 一层而有 这个是在 加瓦层的部分 那么 它就有 这么多的 多层的 EIT 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 多个EIT 组成一个 复杂的系统 那这里 给你看到的 并不是 多层的 方向体系 而是单层 但是 它很多 EIT 的这种组合 这是在 树叶的部分 我们刚刚 谈过了 树干 这是树叶 树枝 树干 树根 都有EIT 那我这里 只是挤在 四类的部分 就隐藏了 很多很多的 EIT OK 所以 这个部分 这接口在这里 习惯 练习一下 先看接口 接口在这里 所以 I在这里 所以 配角在这里 就是 一 配角在这里 那 这个另外一个 配角 T在这里 有没有 好 再来看这个接口 在这里 这有一个接口 所以呢 配角在这里 配角在这里 那 另外一个配角在这里 所以 EIT OK EIT 这里有一个接口 这里有一个接口 所以 I在这里 所以 E在这里 所以 这也是 它的EIT 也是 它的EIT 所以 这里 扮演同一个 E 代表 参与的两个EIT 你有两个接口 所以呢 逐渐的 你在看EIT的时候 先看接口 因为 接口是主角 E跟T 是配角 所以 这样一个 很复杂的图呢 你一看就知道了 这里有一个接口 所以 EIT 这里有一个接口 所以 EIT 这一个接口 EIT OK 解决了 所以 一个复杂的系统 看下去 原来是 三个EIT 这么简单 而且 逐渐的 你会发现 这两个EIT 共用T 这两个EIT 共用E 所以 它的 这一个EIT的组合 的一种 神韵 规例 你就 逐渐的 会掌握在你手中 未来 你就可以 掌握的 简单的EIT 造型 创造出 形形色色的 组合 来创造出 这一个 复杂 巨大的 形形色色的 转件系统 OK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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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